HELLO 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今天摸影市民室更新囉 這次更新當中,新增了一些非常可愛、趣味的衣服 我們馬上一起來看一下吧 就是這一件,我們再看到這一件 這個是機器人的裝扮啊 那我在想啊,最近剛好10月嘛 他們出這種比較特別的裝扮 可能是為了萬聖節嗎? 我感覺是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真的超好笑的 它分成了頭盔,還有身體,是不同的部位 轉一圈看一下 非常的復古風格的機器人啊 然後還有不同顏色,哇 給他一個黃金盔甲 黃金機器人 還有粉色的,玫瑰金 其實還蠻多顏色,這個真的超好笑的 我們來一個黃金好了 然後這個衣服 前面還有按鈕耶 只有按鈕,可以啟動嗎 按這個按鈕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們看一下喔 哇,這個太好笑了吧 感覺很像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有個童話故事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綠野神宗那個童話故事 裡面那個機器人 有點像啊 尤其銀色的 這個超好笑的 這樣差在哪裡啊 顏色不同 這個是全部銀色 然後玫瑰金 這個顏色太好笑了吧 感覺很像什麼玩具模型耶 這個 超好笑的 其實還蠻細緻的啦 就是非常趣味的衣服 但還有一件女神用的 我們看一下喔 女神一樣分成了頭盔還有身體 頭上的什麼 是天線嗎 真的超好笑的啊 而且老實說啊 除了好笑之外 有點可怕耶 有點靈異啊 如果晚上穿帳出門會嚇死人吧 好我們看一下喔 一樣有金色的 然後玫瑰金 女神用玫瑰金好可愛喔 還有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真的超好笑的 好我們看一下玫瑰金好了 那女神的話 也是一樣的裝扮喔 這邊有個按鈕 可是為什麼胸口沒有那個 控制盤呢 不知道了 顏色應該都是一樣的啦 對都是一樣的 這個真的超級好笑 非常的趣味性質的衣服 就感覺可能遊戲裡面 萬聖結石會讓小人穿吧 平常應該很難有機會穿到 雖然說如果我們想的話 我們可以 給他配個這樣子 買個反差萌之類的 配個這樣子 好像還不錯耶 沒有什麼違和感 瞬間多了新的種族啊 機器人種族 好吧那這次的免費更新 就新增了兩個頭盔 然後兩件衣服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除了新增 新的衣服之外 他們還修復了一些BUG 那BUG的話 這次修復的都是一些 比較小型的BUG 我看一下 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關於門鎖的問題 就是我們點擊門 不是可以鎖門嗎 那之前呢 如果那門是面向內的話 他會無法正常鎖門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鎖門的問題修復囉 那還有另外一個BUG 就是當我們在玩 行夢起飛裡面的 演員職業的時候 他們去參加通告 然後準備好之後 要跟導演說要準備開始演出 那個之前好像有點BUG啊 跟導演說要演出 可能不一定會開始表演 那這個BUG也修復了 那大概就是 這兩個是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BUG吧 其他都是比較小的 我們就不多說囉 好吧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的 十月免費更新的內容囉 你們覺得這衣服怎麼樣 你們喜歡嗎 我覺得是超級好笑啦 非常的玩味性質的衣服啊 就感覺 哇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這種感覺 雖然說是很可愛啦 蠻好笑的 剛好滿應景 因萬聖節 好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要訂閱的話 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下期再見 掰掰